如果现在还认为中国房产 叫政府政策刺激 房产商调整行为方式 又可以变成真正日上 还以为我们16亿还要到20亿 或者什么那都脑子 这技术都关了 然后就走到一个叫结构性的转变了 然后你包括城镇化好些地方 你干那房子东北了什么之类的 那人口在绝对减少 人都往南方走 所以你都搞不清楚 有些地方早都过剩了那房子 在东北什么黑龙江 那你就解决不了 那都是结构性问题 留不住人 哎 西方 对啊 你也没变 哎 那个麦克风 房地产这么多年来 各种政策 包括金融了什么 对房地产还是相对的是限制 但是房地产行业呢 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啊 这个它作为投资里头啊 当然了几个头部又出现了问题啊 负债太高 你是怎么看待房地产今年短期的 啊 甚至到明年 是不是到头了啊 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件事呢 你要这么看 那 1980年中国这1.8亿城市居民的 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 很小 5平方米 5平方米 人均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太多了 不不不不 你也别说太多 5平方米 你看你山口之家 5平方米就15平方米 又吃又住 我们哥仨我记得 也到5平方米 我们挤在一个15 我们仨人住一个15平方米的房子 那也就5平方 你要从现在的50平方米人均 和5平方这个地方 看到那时候的非常的 就是压缩饼干 压缩得非常饥饿的状态 对 首都北京 阳光灿烂 The square has become the site for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and celebrations of all times with crowds numbering in the millions 整个中国的商业 主义就不吹 现在160万亿 在当时中国经济极度萎靡不振 城市的住宅需求极度小的背景下 因为你是被高度压缩的 一看有外部条件 就像干财烈火爆炸式的发展 邓小平80年以后改革开放 一开始其实就设放了城市的机制 第一项承包制 把5亿种地的农民 搞得只要2亿就够了 3亿农民设放出来到沿海 第二个呢 农村的户口 因为固结制度几千年下来 几百年下来 农民不能到城里边工作的 户口绝对管制 那么在80年代初期中期 就可以离土离乡 可以到城里打工了 第三个呢 在城里边只要打工十年以上 就可以在小城市 中城市 大城市 相对落户 就有了户口 那么我们1.8亿变成了9亿 不断的农民户口落进来了 所以这就是三个制度 一个可以落户的制度 一个可以离土离乡的制度 一个承包制 释放劳动力的制度 这都是为城市化大发展 基础性动力 第四个呢 就城市有了土地批注 就有了房产商了 第五呢 老百姓开始有了自己拥有产权的 家庭居住的房子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单位都是工房 九二九三年开始 所有工房可以变成私房 一关工房 贵油企业 基本上出150块一平方 到250块一平方 可以买下来 这是伟大的改革 共同富裕的伟大改革 这个是九二年全中国推行的 这就是第二条 第三个 安基贷款出来了 安基贷款是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 产生的重要杠杆 老百姓如果要全款买房 是买不动房子的 所以这就三条 所以农村的三条 加城市的这三条 六条一合城 就变成了巨大的房地 推动力 然后政府再出现了 像上海浦东这样的投用制平台 那就把房产商来买地 搞开发区 就成改造 就出来了这个制度 然后国家就出现了开发区 每个开发区都相当于 一个经济发展的增长 级千千万万的工业开发区 城市开发区起来 这都是造成城市化运动的概念 我这就讲了八个 有了这八个机制 一松动 就把前面压缩饼干 压得紧紧的 饿得扁扁的 肚子一下子撑开了 这一爆发是什么概念呢 90年中国一年 造的房产面积是1000万 但房地产市场一起来 到10年 市场化由房产商为主 建的建造面积 一年建了1亿 2010年又过了10年 我们房产商建的房子 10亿 10亿平方米 一个结束 一个结束 一个亿一个亿涨到2020年理论上可能应该20亿 但是到了17年 17亿打中 这是讲了波兰 帐扩的 30年40年房产发展的情况 那么现在我要跟你说的 就你刚才说的 眼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 中国房地产这个指标出现了拐点 都拐了 都拐了 十个都拐了 总之人口在减少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呢 中国的城市化力 已经到了65了 似乎等同于欧洲美国的75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力 实际上是把农村里边的青年人 中年人给抽出来了 这要增长 也就增加五六个点到头 这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呢 中国的老龄化 现在再加去年 已经到21% 预计2035年会到30以上 甚至205060以后 到4050%都可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老龄越多呢 他需要房子越少 反而死亡率增加呢 会退出许多房子来 所以这就三个都影响住房结构的 都会对新房子需求大幅下降 第四个指标呢 到去年为止 中国的房产商手中造好的房子 一年以上没卖掉的 有六亿 这就是一个库存 叫一手房库存 然后中国老百姓 买下来的房子没住 闲置只为投资 有20% 那么中国这些年来 总的房屋呢 400亿平方米 新建的商品房 90年以后 卖掉的 在老百姓手中的 有300亿 这300亿呢 有60亿平方米 是空观闲置的 那么这种闲置 在市场如果每年涨 百分之二十三十五年翻一翻 那么我就算有一套房子 两套房子闲置 我也不怕 我觉得在涨价心里是高兴的 房产商房子没卖掉 但是房子在涨价 他会觉得没卖掉反而划算 但是在房价如果不涨了 这个库存都是积压 会造成新造房子 需求会大幅萎缩 这就第四个指标了 第五 整个中国目前人均住房 19年统计48平方米 然后到了2000年 已经到50 全世界发达国家 欧洲美国 人均50 就是天花板 40年前我们五平方 现在变成50 上了天花板了 这个再空洞的需求 想泡沫化需求 都泡不出来的 这就是第五个指标了 那么第六个指标 就是年度的投资 2000年是1亿 然后到了2010年 10亿 到了201617年 17 17 这个17年里边 造房的建设量 涨了16倍 20年翻了四番 也是个天花板造了 因为到了16亿 已经等于多少 你知道吗 全世界70多亿人 去年或者前年 或者2000年 新建房子 就是20亿平方 中国等于全世界的一半 也就是全世界 中国之外造了20亿 中国造了17亿 中国14亿人凭什么 20%的人凭什么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你在过去30年 有这个需求 你去扩张 扩张到了人均50了 你已经人均50了 还怎么造 没这个可能 也没这个需求 也没这个内在要求了 这就是讲了六个指标了吧 三个是人口指标 在土出房子 而不是增加需求 三个是现状的 房产的量的积压也好 人均数也好 或者建设量也好 好 六个 然后再来个第七个 就是中国的土地价格 和房产的价格 20年翻了四番 你一定要知道 上海最贵的地方 横山路 那时候的房子 是6000多块 算7000块 涨20倍的话 也就是变成14万 现在那边的房子 就是14万 15万 所以就是20倍 那么反过来 在北京王府井 最高的地段 你用20年前去算 现在也是总败 16倍以上 那么你讲新疆 乌鲁木齐 二道桥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 就是700多块 一平方 那么20年以后 一万几千块 两万块也到了 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全国 在原来 在技术上 20年翻四番 基本如此 土地价格 也是每一亩 从100万 变成1000万 变成2000万 也是十倍 十几倍的涨 那么当一个地方 有这个 三年 五年翻一翻 20年翻四番的趋势存在的时候 所有房产商都会囤房 哪怕造了房子卖不掉 过个五年就涨价了 都会囤地 炒地 所以大家都不怕库存 不怕规模 然后就拼命的融资贷款 这个规律是前面那个 20年如此的七个指标 这个温床给宠出来的 给灌出来的 这是讲了七个指标 第八个指标 未旧房改造 城市旧城改造 基础设施建设 大规模的也差不多了 没有这个需求了 第九个城市的学校医院 也到头了 现在大学过剩了 因为在80年 我们大学生在校生的战地 人均只有十平方 教育部当时定了个制度 大学在校生 人均学校用地五十平方 现在整个中国 三千多个大学 在校生人均五十平方 已经到了 所以也不需要再扩张 也不会变成四千个大学 所以教育公共设施也到头 这就讲了第九个了 第十个指标 就说把配套设施做到头了 到头了 第十个金融 房地产金融 中国的房地产商 负债率都在90% 全世界你总不能零资产 所以房产商杠杆 从10% 20% 30%的负债率 到89%的负债率 上天花板了 再过十年也不会变成105%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不管是举债 还是公共设施 基础设施 旧层改造 还是房产的四五个指标 还是老龄化城市人群 中国房产公司独立法人的 有9万个 整个美国的房产公司 法人登记的 能超过500个 那么我们的开发商比全世界开发商家庭还多 今后五年十年 中国房产开发的新常态 房产商运行方式的新常态 就应该出现五个调整 第一个 一定要明白 全世界的房产商 欧洲美国房产商负债率 没有超过50%的 香港的房产商 全部的负债率不超过40% 中国到了89% 是过去这个三高 地价 房价 市场需求量 20年翻 三番 四番 那么一摊这个需求没有了 他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 负债率会从90到80到70 到50 甚至40 也就我们现在的三条红线 70% 是因为他们都在8090 我们提了个70 等到他们自己一天要降下来了 你70也挡不住他 他自己往5040降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高地价的买地 大楼盘的造房 造了大量的库存的 这种状态会收敛 会实施求 是根据市场需求 结构性的 来开发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房产商跨界 又搞金融 又搞商业 又搞工业 又搞制造业 觉得房产商赚了钱以后 就可以到处去搞的 这种树叶有专攻 他们就不再胡闹了 这是这个方面也会收敛 这是第三个状态 第四个状态呢 房产商乱生子公司 房产商多露牛毛 这个状态会减少 中国房产公司 独立法人的 有9万个 那么我们9亿城市人口 1万人一个 那么整个美国的房产公司 法人登记的 造房子 开发房子的开发商 没超过500个 那么我们的开发商 比全世界开发商 加起来还多 那么以后呢 实际上中国房产商 用不到这么多 有一万个不得了了 所以今后十来年 9万个变一万个 法人登记里不断注销 有的是倒闭 有的是自己转行 关闭等等 第五个房产商的卖房 就不是那个 造一百万 卖一百万 这个大周转 以后就可能变成了 造五十万 有二十五万是商品房卖掉 有二十五万呢 是商业性的租赁房 租赁房 就变成商住 常住公寓 销售 那它资本金来大 资本金很容易 恰恰是商住两用 那银行会支持你 不不不 它就变成了 负债率就下降了 它什么概念呢 一旦是租赁 它的租金 就可以去发ABS债券 就是叫瑞资 瑞资债券一发 那么资本市场的 债券资本就来了 覆盖它一半的资本 然后银行贷款 造房子 卖房子 又产生一半 反而变成了一个均衡 那么这五个变化 会是今后房地产 常态的经营状态 所以你一点不要担心 这一次的房地产阵痛 这个阵痛恰恰是 中国房地产 发展到了这一步 必然带来的一个拐点 拐点过后 是房产商良性循环的开始 而且这个开始 不仅仅是靠政府预售 政府预售是个导向 政府哪怕拼命 又说房产商 房产商还是五个草 五个大周转 到了土壤转轨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转到 我刚才说的五种状态 政府在旁边 又正常的进行引导 这个时候 真正房子拿来住 而不是这么草 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土壤一到位 我们今后十年的房地产的状态 就会进入良性状态 没有这样一次痛苦的震痛 房产商的行为方式是转不过弯来的 我还要问两个很重要的 那你问 你刚才是讲地产商的未来的新场 往后走的话 第一 每年向房地产的投资 会大幅度的下降 当然 一年十七亿 以后可能一年十亿 对 这个借收量下降 不是一个 就忽然间下降 它是一个中间消点 这么下去 第二 我还得问你的房价 这个拐点是讲 十五年二十年翻三番 这样的房价地价 在望上涨 现在我到头了 我不望上涨 或者以后十年也会望上涨 但是上涨 每年上涨的幅度低于GDP增长率 那跟以前五年翻番 十年翻两番 这个势头就拐过来了 它并没有说它五年第一半 十年第二半 没这个概念 因为房价总有折旧 折旧的话呢 我们如果有五百五十亿平方米 每年折旧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一点五 差不多折旧就是十亿 你不要去招二十亿 这个时候形成的可循环的持续的状态 就是以折旧为 以折旧状态为平衡 宏观来说有个大体平衡 是会平衡的 这是又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对眼下房产商崩盘也好 或者有些爆雷也好 由于房地产的形势出现了拐点 它怎么生意 一下子怎么办呢 大体上应该这么说 房地产是资助产业 它差不多要占基地比百分之五到十的分量 增长可以影响你百分之十 负增长也影响你百分之十 一上一下就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房地产是资助产业要稳定 第二呢 房地产也是民生产业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百分之六十是房产 也该稳定 第三 房地产是半金融企业 因为里面大量的安洁贷款 它崩盘的话对金融机构也是问题 第一是房地产还和大量的供应链上的工业企业 它是龙头产业带动几十个工业的销售产品 消费品 那么这又是一个方面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追求房地产业的稳定 不大起大落 就是在限制土地价格 房产价格建设量这么炒作翻番 对政府来说 当下呢 对这些困难房产商呢 我们不是简单的要去救 一旦它要崩盘 它的债务就实际上进入破产重整的保全 它的资产不是房产商的 是债权人的 这个债权人包括银行 包括非银行或者老百姓 集资款的债主 也包括老百姓买了安洁贷款的房子 还没拿到房子 它也是个债权人 还有许多就是施工队 施工欠款 如果简单让它破产 造成社会震荡 所以怎么样使得它软着陆 那么就要用重组的办法 重组是一切危机中 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的软着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重组有五种 第一种 大型的房产商出了问题的房产商 自救 自我重组 仗势断壁 保存最主要的一个机体 不使得整体上瘫痪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优势的房产商 没出问题的房产商 然后去收购兼并 重组 出问题的房产商 这是第二种 第三我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也可以拿出它的资本金 成为战略投资者 入股到那些优势房产商去收购兼并 第四种 地方政府也可以拿出一定的钱 把过去十年五年批租给的房产商的地 可以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打个折回购 第五 房产商库存的房屋 政府也可以回购一部分 回购的中低端的成为保障房 中高端的成为人才房 这也是一种 总之 五管齐下 稳住局面 那么为了稳住局面 这五个渠道进行重组的时候 当然要资金 这种资金 国家可以有专项债或者专门的贷款 这种债务不放在三条红线里 算体外循环 平稳落地 卵着落 房地产也好 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好 都会随着新的形式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是这个方法